第五千三百三十八集 神徒婉儿飞到夜神身边 两人肩并肩紧靠在一起 目光盯着天狱魂帝 胡法大人 你这副肉身 气血力量还不够 打不过这对罪人男女 不如先去掠夺其他人的气血 先滋补肉身再说 我感觉到 似乎有不少人来了 黑翼龙声音低沉地叫道 血色眸字 环视死进区内的森林 他能感觉到远方的森林之中 潜伏着不少舞者的气息 那是从外面闯入的参赛者们 天狱魂帝听到黑翼龙的话 眼睛也是亮了起来 其实他巅峰时期的修为 极其强悍 不输给世间任何一人 只是当年的大灾变 他与月魂仙子 玉石俱焚两败俱伤 受损太严重了 就算现在重铸了肉身 但这副肉身 不过是窃取火种能量 勉强铸造出来的 气血非常薄弱 想发挥出昔日巅峰的修为 他必须要有更强大的肉身 如果能掠夺其他参赛者的气血 收割他们的生命 他的肉身必定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想到这里 天狱魂帝的眼眸里 也是有浓郁的杀气冒击 走 主意决定 天狱魂帝也是相当迅速 立即驾驭着黑翼龙逃离而去 夜晨和深渡婉儿联手之下 太强大了 他再留下来 绝对占不了丝毫便宜 快拦住他 夜晨听到天狱魂帝的谋划 也是悚然警惕起来 要是为天狱魂帝谋划成功 吞噬了其他参赛者的气血 从此变得更强大的话 那夜晨未必能够对抗 夜晨挤出轮回天剑 催动铁王座的气息 一剑斩出了一条钢铁洪流 想要阻拦天狱魂帝的去路 但天狱魂帝驾驭黑翼龙 周身黑雾环绕 硬生生挡住了夜晨的钢铁洪流 直接飞离而去 申托宛儿持剑站在原地 并没有出手阻拦 因为他知道 天狱魂帝并没有受伤 他想走的话 他和夜晨是拦不住的 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之小 想彻底剿灭天狱魂帝 光靠我们两个还不行 还需要你朋友的助力 叫上若雪姑娘 思青姑娘 魏颖姑娘他们一起来吧 我们再联手 才有绝对的把握 能镇压天狱魂帝 神徒宛儿看着夜晨到 夜晨摇摇头道 我也不知他们在哪里 夜晨早就和下若雪他们 走散了 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位置 毕竟在死禁区 天机封闭得太厉害了 无穷无尽的黑雾 遮掩了所有因果的痕迹 刚刚神徒宛儿 与天狱魂帝的战斗 惊天动地 想来下若雪他们也看到了 只不过他们应该不会想到 这战斗气象的背后 其实与夜晨有关 如此激烈危险的战斗气象 他们和其他参赛者们 在不熟悉死禁区的环境下 自然也不敢贸然靠近查看 免得遭遇不测 神徒宛儿道 我可以帮你呼唤他们 但需要点时间 大概到明天中午吧 你先休息休息 夜晨听完神徒宛儿的话 却感到身体振振虚弱 他复苏月魂仙子 本来就耗费了大量气血 刚刚的战斗 其实是靠意志支撑 现在战斗结束 夜晨也感到脑袋发晕 他无奈地苦笑一下 点点头 现在他的确需要休息了 夜晨降落下去 回到祭坛里面 月魂仙子看着他虚弱的模样 摸了摸他的额头 探了一下体温 随后便轻声道 夜晨 你为了救我 先续耗费太严重了 你如今很是虚弱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尽快恢复 夜晨心中一动 去什么地方 月魂仙子道 火种原地 火种原地 夜晨心脏一紧 那火种原地 是不是就是火种存放的地方呢 他回头看了身土宛儿一眼 身土宛儿也是针手清点道 月魂仙子叫你去 你便去吧 或许 是一个机缘 月魂仙子浅浅一笑 向身土宛儿道 宛儿姑娘 多谢你这些天的照顾 我虽不是黑暗的信徒 但能与你消耻 也是深感荣幸的 你在未来 或许能重现当年 九神的伟大光辉 身土宛儿将五威天剑 收回俏里 听着月魂仙子的夸奖 只是微微一笑道 其实有的选的话 我并不想成为怪物的首领 月魂仙子叹道 人这一生往往身不由己 哪里能事事如意呢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惜 也只能坦然面对了 身土宛儿沉默 无言以对 月魂仙子又看向夜晨道 好了夜晨 你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火种原地 想来我姐姐 也想看看如今的轮回之主 到底是什么模样 当年九神时代 诸天神明为了争夺轮回道统 厮杀惨烈 最后谁也得不到传承 你是轮回的传承者 我想你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 说完 月魂仙子先手破空 照出了一扇空间大门 向着夜晨一招手 自己先走了进去 宛儿 那我去了 夜晨回望身土宛儿一眼 道别一声 便是跟着月魂仙子 踏入了空间大门 一阵激烈的空间气流旋转后 夜晨却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一片混沌的存在 没有天 没有地 没有空间 没有法则 一切都是混沌的模样 在无尽的混沌与灰暗之中 夜晨看到了一团火 那团火 呈现暗红的颜色 并不赤裂 但宛如蕴含着神圣的光辉 里面充满了无尽的生机 那就是现实世界的火种吗 夜晨看着前方的火焰 白呆出神 他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火种的存在 是的 那就是火种了 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心脏 是现实一切法子的依托 源头所在 只要火种不灭 就算宇宙崩塌了 都可以重生 你拉着我的手 小心不要被周围的气息侵蚀了 月魂仙子拉着夜晨的手 一步步向着远方的火种走去 在火种四周 有着各种特殊的气息弥漫着 这些气息 有些是现实世界的地脉 滋生出的杂气 有些是来自五时空的污秽气息 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诡异莫名的能量波动 这股能量波动 一旦侵蚀人体 就会给人体带来损伤 夜晨牵着月魂仙子的手 能感到他的手上 传来温润的光辉 抵挡住周围一切 诡异气息的侵蚀 月魂仙子不断前行 周围的法则 好像都听从他的号令 无数能量汇聚过来 这片混沌世界开始震动 好像是凭空变幻一般 出现了一块块巨石 一根根巨木 还有无数流动的水 燃烧的火 飘动的风云 闪耀的雷电 归例异常 而后那些巨石和巨木 开始自动构筑搭建 构筑成一座伟大的圣殿 圣殿上方的混沌雾矮 开辟出了天空 风雨云在流转 天空下出现了飞鸟 圣殿上诞生出巨兽 蹲守在殿门前 挥舞堂堂 这一切的一切 就好像是创世的伟业 随着月魂仙子脚步的延伸 一个伟大的世界 以那圣殿为核心诞生了出来 圣殿中央供奉着火种 周围有无数神圣的舞者在守护 月魂仙子牵着夜晨的手 踏入圣殿之中 在巨大恢弘的圣殿映下 两人身躯就好像是蝼蚁般的渺小 圣殿中央的火种 仿佛就是人间最伟大的圣火 在熊熊燃烧着 永远也不会熄灭 承载火种的容器 是一个古质的火炬 又好像是一种特殊的器皿 夜晨看着那个古质的器皿 就感到心脏加速跳动 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冲击着自己的心神 他知道 那个火种容器是用月魂仙子的姐姐 昔日火神天尊的海谷铸造而成 那容器是古老神明的遗骸 任何直视神明海谷的目光 都等同是亵渎要遭受天罚 夜晨便移开目光 没有再看那火种容器 只是看着不断燃烧的火种 你看那火种的容器 是用我姐姐的骨头铸造成的 漂亮吗 月魂仙子指着那火种容器 声音却是带着一股病态般的意味 说不出是仇恨怨恨绝望还是什么 只是一种病态 前辈 夜晨不知说些什么好 当年九神争霸 火神天尊落败 带着妹妹逃到现实世界 两姐妹相依为命 但道德天尊却是强势出手 弑神正道 亲手将火神天尊杀死 月魂仙子从此以后 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失去了亲人 内心自是凄苦 夜晨也感到他很是可怜 但也不知如何安慰 月魂仙子玩耳一笑 虽有点病态的表情 但在夜晨面前 也没有表露太多 你在这里休息 火种会必有你的 我姐姐也会必有你 夜晨道 多谢 当下夜晨盘膝坐下 开始凝神调息 恢复自身的元气 他与火种之间 距离不到十步 非常接近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火种 夜晨也感到 自己的轮回血脉 与火种的共鸣 非常密切 元气的恢复 也是无比迅速 但宁神感应之下 夜晨发现 自己只能吸收 火种外泄出的 多余能量 至于火种核心的能量 他是无论如何 都接触不到 也无法共鸣吸收 也无法共鸣吸收